其实我遇到一个最让我有时候还挺难受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被标签化了 我现在因为我也刚退役嘛 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你是要做教练吗 或者是你要做帮船培训吗 我们在被定义我们是一个其实只会双向技能的人 这个是我自己作为运动员很难去回避掉的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 当我游泳队退役下来以后 97年那个时候不是自己做决定 是爸妈帮你做决定 很简单 父母希望你稳定 希望你眼睛睁开来以后 你没有任何一个压力生存的压力 所以最终我去了东航 然后在里面的话所有人都看不起 因为那个时候的运动员是四肢发的头脑简单 你做错所有事情 人家只会说你是运动员很正常 所以我想的是说继续去考研 我不想说是整个一个单位 就是因为你是体育圈转过来 所以你跟我们一个办公室里面 我们都是研究的时候就你一个本科 不是啊是去上学以后就不给分配了吗 我们上海这一安置是这样 一般大部分选择组织安置的运动员 都不会就是先读书的 都是先就业 先就业 对今年上海大概估计有120名运动员 提出退役申请 虽然说我们是有组织安置 但现在其实也是越来越难了 不管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来说 对 很熟悉那个感受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很幸运的 这个也是因为我拿了金牌 你的这个安排会好一些 但我特别理解你们 因为我也是这个年龄走过来的嘛 你怎么帮我摔过去了 我们摔一点 我靠 我靠 你让他在那边 你让他在那边 他速度这么快啊 他在我艺工作的很轻点 他们好快啊那个速度 你反不过来 来 你练拳机在这 我们徐老师要比回两次 他觉得你太瘦小 根本不像那拳击的 轻拳机的 眉弓以下和腰带以上的正面和侧面 都是我们的鸡打铁 跳步法就是 哇 就上去伤 就我们脚要有这个力量 突然启动的这种 就像就像豹子一样 哇 哇 这我没反过来 你没打他 让我们跟女孩子 摔一摔一摔一摔 让你感受一下 从腰上过去的感觉 对 好 那我们就放松 哇 哇 哇 这个好玩 这是大洋 对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哇 哇 太棒了 这个了 这个很舒服 有机会去 去 去 今天是第二次参加冠军基金的活动 因为上次我记得 只有一个运动员报名 对 我特别高兴的是 今天看到我们几位刚刚退役的运动员 很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大家会觉得我们其实只会训练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整个的运动生涯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是 我通往目标成功目标的路径的那种底层逻辑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最核心的东西 而且我们其实是很有那股韧镜 那个目标清晰以后 你就拼命往那边转 别人比不过我们的 但是现在就是很迷茫 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走 我觉得什么方向都可以 只要我去了那个方向 只要我好好去努力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现在就是很迷茫 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走 然后就路特别多 就很纠结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自己 我有很多想做的 但是我有很多不敢去做的 选择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放弃 这就像大家都说 运动员很会坚持 但其实放弃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对我来讲 选择坚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一样吧 我怕以后后悔后悔 就是在可能可以选的情况下 想选一个以后自己不会后悔 选哪条路都会后悔 就把全手都会 你看现在世界变化很快的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现在是三年三年的 根本没有30年 所以你做了决定 也不要后悔 纠结是务事的 我最快打断一下 我的感受 如果要是就成长的感受 就由外界带来的这些压力 让我们成长 也是也重要 但是它也是能够成长 但是它的成长是不快乐的 就我都说你会多少 可能会很抗拒 然后你会有很多抱怨 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你 凡是从内而外的生长 然后即便也同样会遇到很多困难 同样会有很多压力 但是它的会很快乐 长野那次的打击是一个很严重的吗 你来说的 我第一季奥运会那个是 然后长野之前 其实中国冬季运动 我们这一代一直都比较沉重 沉重在哪儿呢 就我们其实是1980年就参加了奥运会了 从那时候我们就冰雪人至少 就是喊着要去拿这个冠军 然后我97年已经拿了个人全能冠军 就觉得好像离冠军比较近了 给我个徐海峰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心里完全没底 没点原因就不知道奥运会是啥 老听人说奥运会跟市井赛不一样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有啥不一样 去了奥运会就发现自己连走路都不会了 真的紧张 第一项犯规 第二项个人项目又犯规 接地只拿了个银牌 然后那种煎熬 反正我觉得回过头来看 就是把这个时间称长了看 不一定是坏事吗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成长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 不是要错误的 或者是偏见吧 会认为外国裁判都对我们不公平 对对 当时500米我犯规下来以后 我们当时负责外事的领导进来说 我们要去要去申诉 这个怎么又判我们犯规了 然后当时我就很很实在地说 我是犯规了 其实1000米还确确实是有点冤枉的 但是不是不会认为是对我们的偏见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们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记得当时那个 小显他四年出来参加一次运动会 其实给我启发蛮大的 就是我们都见不到他们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在穿冰刀 我们队一就过来说 小心点他们这个横冲直创的 然后我想你都没有见过人比赛 你怎么就会对人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呢 我当时会打一个问号 然后比完赛之后呢 我在想那外国人是不是看我们也是这样的 横冲直创 所以我会有一种这种反问自己吧 所以我会主动的跟裁判就沟通 然后让他认识我 不光是这个就平时就赛前遇到裁判了 自动打招呼啊 有个好的表现呀 即便语言不太好 但是你知道表现的跟大家要有一个沟通 这事还是蛮重要的 先想想它都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有关联的 真是 而且是一步一步 一步会带到下一步 对呀 所以我99年被国际华联提名 进了国际华联的运动员委员会 后来我就问那个国际华联那个主席和秘书长 我说为什么提名我 他说首先呢 亚洲得有一个代表 然后但亚洲运动员都不会讲英文 但是我们得选一个 成绩还要好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always smile 那就你了 那什么感觉 你之后当时 哎呀第一次去开会懵的 原来我们开会 更多的是坐在下面听 第一次开会是对面是 国际华联主席 副主席 李氏 秘书长 然后这边是运动员代表 有的运动员会问 你们这一年的预算是怎么定的 为什么花样花冰的奖金 会比我们短刀塑画的高 有的比赛的地点 这个老是接待不好 为什么还老是安排比赛在那 反正这些运动员都在问 我当时是完全蒙掉的 但是又会有一点什么呢 我出来不能丢人啊 我得问一个啥 因为别人在发言 然后中间茶叠的时候 就跑去问那个主席 我说我们来干嘛来了 然后只去说 You tell me 你告诉我 就说这是你们的运动啊 然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定位 对我来说 这些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 打开了一个思考的方式 就比如说那时候老外经常讲 叫enjoy enjoy trading enjoy比赛 然后我就不理解 多苦的事啊 对 看看这作文 对啊 多苦的事啊 怎么可能enjoy 就原来你会觉得 反正就是我要拿几块金牌嘛 对吧 忽然间你的力量不同了 这是我的项目 我记得那场理事会回来以后 我就在我们的冰场外边 贴了一个大字报 叫运动员训练地方 仅止吸烟 因为当时还没有 那个室内解烟的 那个公共规定 特别恨那个 我正在训练呢 有人进来抽着烟进来 然后那个很呛很呛的感觉 所以我写了那么一个大字报 然后我们 我们领队就说 哎呦 开了一次会长本事了 蛮有意思 那时候 我认为是在夸我的话 对 我觉得其实就像大家 刚才说的这个迷茫 自我和解 这是第一步退役十年了 我也是慢慢地在和自己 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的 这个身份在和解 可能就是我是不成功的运动员 那我这就是 我还要去实现我的价值 大家都在说 设定目标啊 怎样 我其实觉得 你们应该去感受当下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可以去追寻你想要的 你的感受 会促使你去做 你任何想要的东西 其实他说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能够听到 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个呢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大多数生活在 每天很规律的一种生活里边 就在这个点上 其实我很想分享一个点的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创业十年了 其实我这十年来的创业 我去做婚礼策划公司也好 做餐饮公司也好 其实我做了蛮多事情的 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越做越焦虑 因为始终找不到你的意义感 和你的价值感 我一直在研究 我做体试的这件事情能完成我的意义感吗 它不能 但是有一天 我们拍了一个孩子的纪录片 这个孩子是个脑瘫儿童 这个是真正的是脑瘫儿童是 运动干预是最好的 我到今年的时候看到脑瘫儿童 看着我的眼神 我才找到这件事情的意义感 然后我会拿什么去强化它 你觉得我喜欢去做什么 为了一万块钱 然后不断在谈单 然后不断加班到深夜吗 不是 那是因为我成福目标 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脑瘫家庭的孩子 所以我一定要懂 懂的时候我就会去代课 我去代课 我去了解体系 我去下到基层 每一个通感 所以所有退运动员在做选择的时候 哪怕有一百个选择 请问你为这一百个选择做了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这个八个字总结一下 叫若要如何全凭自己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自己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这个人还没有分享 就是徐老师 我其实今天非常受触动的 其实这东西我都很后悔 我要早认识你们就好了 而且刚才你们试一下 又摔我胶又干嘛干嘛的 又打我那种 就是那种速度那种魅力 那种力量那种魅力 那种平衡的魅力 哇这 这才人生啊 而且你们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confident 就是你想 你们怎么着都是一个全 从小就至少 市里的前几名 省里的 然后全国的 甚至全世界的 我的高考就考了我们海 我们去的第383名 这差多少呢 所以你们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的 这种有竞争性的人格 这种体育文化是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对体育力也太偏狭了 而且之前那个佩达 你都会提到大家对运动员的偏见 确实是巨大的偏见 你想在希腊的时代 作为一个健全的人 确实是一个同时是一个在海上的 各种的运动 然后同时是一个哲学家 包括你讲那个帮助那个小朋友 太感动了 而且你那种爱和同情 是非常有力量的爱和同情 这个力量太重要了 就给我很多inspiration 而且我很希望你们把这些理念 都传播给更多的人 也会改变新的人的生活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会去讲 你要开始人生的第二曲线 要开始第二人生 还是第三人生 只有你们这行业是有资格这么说的 因为你们2120岁就要开始第二人生了 我们都是四周最开始想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有点迷惘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是啊 我自己其实很想做体育文化的东西 这特别重要 很缺的一个事情 对 大家对体育的认知太单一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体育 也一上就跟考试相关了 但是它体育内涵并不在考试 也不简简单单是健康 然后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体育设施 更多的是从健身的角度去考虑的 压腿扭腰这些中老年人使用的 但它就实际上它并不完善 并不完整 一个完整的体育 像篮球足球 它有对抗的 它有合作的 它有有规则的 它是一个完整相对完整体育 包括像我们学校体育 我一直呼吁赛事 你没有赛事 它就没有带动不起来这个文化 凝聚力等等这些 然后考试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嗯 我觉得你真是对自己很清晰的一个人 对自己很清晰的是不容易的 哈哈哈哈 大部分大家都稀里糊涂的其实 是吧 嗯 大部分情况啊 我觉得我退下来很幸运 有这么多机会进到国际组织啊 然后一直得到大家的信任 然后给了我很多重要的活 我就感觉一直被推着干活 自己在在责任心强一点 嗯 然后紧张 就一点点的就擦着汗把这些活干完了 哈哈哈哈 但是呢 过去都是人家推着你 嗯 我想冬奥会完了年龄也到了 积累也到了 我更想做点自己能够聚焦的事 嗯 聚焦去做点事 你觉得聚焦在什么上呢 你觉得 嗯 呃 先说还点早 嗯 好 嗯 等到事情有了一个眉目吧 嗯 还在规划中 好期待 嗯 哈哈 大家看到这十拉当多娃已经是28岁了 比赛的所有人当中呢 她是仅次于杨阳 杨阳是年龄最大的一女员 但是为了这面金牌 为了祖国的荣誉呢 增加一些权力以赴 当时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劝你 很多警告 媒体的朋友说 我们希望看着永远赢的杨阳 万一拿块银牌都是输的 我跟王毅夫是一个班的 他说 哎呀不要回来 拿第二都臭狗屎啊 对这话说的特别生动 但是我总觉得 其实说心里话 我内心里当时也有一点 就想 因为我都是赢的状态 然后所有人都捧着你 然后都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让我一想我输了 看你们还能怎么对我 有一种那种感觉 然后当然当然就可能更多的还是 我那个时候心里的 对自己的认可的价值 我并不希望只停留在金牌的这个价值 我更希望得到更高的尊重 至少我内心里对自己的尊重吧 就是我可以有这种牺牲感 在大练s Julio 在大线上 这里的毕竟 和呗 吉他 happening 那年我是拿了个铜牌 谢谢赵宏博也拿了铜牌 然后李家军 就是我们四个最老的拿了铜牌 我们一般下飞机是金牌先走 然后银牌然后铜牌 所以我们四个老的出来的时候 前面这个欢迎队伍已经都进到贵宾室了 然后我们四个再慢点 所以一出来找不到大队伍了 然后我们四个就走的正常通道 但是行李走的那边 所以我们四个就坐在机场外边的马路牙子上 等着 我感觉我是个看客 我当时就正在看 看这一切的发生 然后我记得代表团出发之前 就全部是我的镜头 然后很多朋友都看到你的那个 上新闻联播了 要出发了 做好运等等 然后回来以后总结大会 然后有朋友说 哎呀杨杨坚持到最后啊 得去开这把这个 我说我在呢 只是没镜头而已 其实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戏剧性 很戏剧性 而且说心里话 就是短道数化特点 要换位思考 其实也正常 也正常 当然我希望更好 就是还是希望我内心里边的那种 那种体育的表达更丰富一点 那那次 其实那次是比如说是比赛到什么程度 你就意识到可能拿不了金牌了 会有这种 其实也不是 我500米就没有让我上场 这个 我做好了各种体能恢复的困难的准备 但是还是没想到 这个我会陷入到一些 竞争啊 然后人际关系的一些 人际力 对 那时候我原来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我回过头来 还是人生经历 不经历那个也成熟不了 那还是很让人失望 是生气吧 大概几年以后 14年的时候 我是全国人的代表 所以我就提了一个 关于运动员选拔 机制公开公众透明的 这样一个提案 我一直觉得 事情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规则透明 然后这也是体育的本质 就我们现在为什么奥林匹克 能够在这个全世界 任何战争年代 分裂年代 各种年代 它还能够长久不衰 甚至越到这个分裂的年代 越到这种世界比较 这个碰撞的年代 冲突的时候 它的价值越大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 很理想化的 这么一个产物 尊重彼此 尊重规则 规则透明 平等 对吧 像这些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想 我们的理想中的社会 也希望是一个这样的 纵然是一个天才 也会被淘汰的 每当我看见那些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站在领奖台激动的哭了 我是多么的羡慕啊 我想如果我也站在领奖台上 胸前挂着用苦与泪换来的 闪着金光的金牌时 别人也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的 那时我就会有一种自豪感 因为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987年写的 很有意思 太可爱了 我是一个身体素质一般的 我跑步跳爆发都是普通孩子的普通 后来他说他当初看上我 并不是我当时滑的并不快 只是看了一个小孩在冰场上连喊带叫的滑 特别能喊能拼 然后我当时还摔了个跟头 我们就在说这小孩一般摔了就成绩就无效了 成绩就很慢了 说看我摔完了以后 起来还是玩命滑 就那个拼劲他很欣赏 那感觉就像那个冰面上那个小鹿唇子是吗 那时候你看你记得排球女将的时候 看过 就是受他们的 就是受排球女将的印象 而且小的时候我爸爸经常会跟我说 要先吃苦 吃得苦中苦 方威人方人 这我们都要学这些 他要先苦后甜 那时候好像那个教育里对苦有种崇拜 好像你必须要苦 你不能走捷径 对 那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的 就是它是个必经之路 但是比如说小时候去了运动队 因为就会完全离开原来的生活 正常的上学高中各种 就这条路选择的时候 自己也没犹豫吗 就是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了 小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决定都是 就是父母在帮我们做 还记得我从市体校到省体校 省体校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体校它是个中专 然后还要自费 就你还要交一部分学费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留在市体工队呢 你就开始增工资了 你就那个年代13岁就有有功龄了 而且有功龄的概念是每两年长一次工资的 所以就意味着你以后这个是很好的 累积会越来越好 对然后我爸呢就没让我留下 然后他说这人要往高处走 水要往低处留 我那时候很小也不太懂 反正我队友他没有去省体校 我去了 现在回头看 其实是个挺了不起的决定 因为那时候都是很普通的家庭嘛 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反正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对然后呢 就是你父亲帮你做了一个选择 然后要去省里嘛 那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想法吗 还是说就是顺着轨道往下走 在运动队里边 其实肯定内心里一直有一个灯塔的 那灯塔是什么呢 那时候 要去国家队啊 然后要去奥运会啊 然后进到国家队是什么感觉的 那时候真的进到 哎呀我进国家队 哎呀就有戏有波折的 因为我第一个全冠冠军15岁 后来呢就奔着94年的 利拉哈尔美冬奥会 奔那个目标去使劲了 加上那年我父亲去世嘛 所以就自己就特别想 就特别想参加这个奥运会 然后训练就比较苦 结果到奥运会选拔赛前 整个的体重掉了 一个月掉了将近10斤 哇 结果从开始呼声很高的前5名 一下子最后是第13 那么前5名去参加奥运会 就大家是这个叫尖叫的比较厉害 然后当时省里边还劝我说 你要不去的话给你挂个助理教练 这你以后工作就有保障了 另外呢他们说 您可当鸡头不当凤尾 这都是那时候我学的话 我还什么叫鸡头和凤尾的概念 但是内心里边还是很想去 因为当时的新青山教练 就他的带出队伍就很强嘛 然后我也对自己不甘心 然后即便去了以后 他们说当凤尾 反正就意味着没人搭理你啊 训练也不会按照你的那个 来安排啊等等 但是我总觉得 我人可当当凤尾试试 也许还有机会飞起来是吧 当鸡头是永远飞不起来的 所以当时就去了 其实很未知这个概念 那不是很 当时也不是很痛苦吗 也不觉得 你看我当时是年龄大 因为那时候小杨他们已经起来了 他自己就带了吉林省的两个小孩 都是作为储备的 所以每天晨练是六点到七点半 然后六点到七点十五这个阶段 他是看不到我的 因为他那些队员在 而且我又不是主力 但是我也很想得到他的指导嘛 所以七点十五到七点半这个之间 就这个你知道越被关注 你就越想偷懒 所以其他队员就开始磨蹭了 因为要去吃早饭了 尽量少练点了 那十五分钟是我的时间 你的表现是我的表现时间 赶紧站到跟前去去做这个滑行啊 另外呢 作为这个领养的孩子就多表现嘛 我记得那一年我没事了 去他房间拿一些脏衣服啊 我帮他洗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洗衣机 都是手洗嘛 就是这个被要的领养的孩子那种心态啊 我第一篇日记到国家队 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要这个我后来每年都会写写日记 然后第一页我老是又叫企业随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那个名字 我觉得可能我是想给自己立一个 立一个叫什么规矩吧 然后我对我这一年会有预测 我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你是对自己的未来这么是一个这么清晰的 做做做 你想赢嘛对吧 所以你要把这些 凡是有可能给你带来所谓障碍的 要去想办法去解决对吧 但是在后来逐步的自己成熟以后 回过头来看 如果你所有要去努力的原因啊 完全是一种对结果的渴望 是很可怕的一些事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我第一届98年奥运会 当时输得一塌糊涂嘛 我看他们给你准备了这个小海豚 中老年人必备是吗 不是小孩必备 那我都没不好意思拿这个 什么绑我都忘了 就是那么十字的交叉 大人还有不会记鞋带的吗 终于碰到了 终于碰到了是吧 对是这样 然后你记上 会不会记吧 这样 慢慢就滑起来了 从鸡鱼走路开始 从鸡鞋袋开始 让他努力中